唐宋元明清中 清朝是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也是我们最熟悉的一个朝代 清朝那么多皇帝中 康熙雍正乾隆应该是建书最多的三位皇帝 康乾盛世就是由这三位皇帝创建的 可惜之后清朝整体开始衰退 特别是到了同治皇帝和光绪皇帝 更是让人惨不忍睹 在同治皇帝前 咸丰皇帝是清朝最后一位 拥有实际统治权的皇帝 此后清朝被慈禧太后 牢牢掌控在自己的手中 同治和光绪都是幼年登基 只有几岁大的孩子 根本没有处理事物的能力 所以只有慈禧太后代劳 这就导致慈禧太后一人独大 即便同治和光绪想要亲政 也没有真正的实权 这对封建王朝来说是一个致命点 晚清皇室子嗣稀少 甚至找不出一个能登基的孩子 同治皇帝是咸丰皇帝的独子 可惜同治年纪轻轻就驾崩了 甚至没有留下自己的子嗣 虽然古人普遍寿命较短 但好好保养的话 活到五六十岁不成问题 再加上皇室中人 有最好的太医和生活条件 本应该长寿 可同治居然只活了十九岁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导致同治皇帝年纪轻轻便驾崩了 可以说同治是历史上最年轻便驾崩的皇帝之一了 咸丰皇帝驾崩后 他唯一存活的儿子只剩下年幼的同治 所以懵懂的同治只能被硬生生推上那个最高位 而同治背后的就是慈安和慈禧两位太后 为了能辅佐同治顺利登基 两位太后垂帘听政 在这个期间慈禧太后逐渐有了野心 她掌控着师权 并不希望同治能亲政 而同治太过依赖慈禧 往往慈禧说什么就是什么 虽然是亲生儿子 实际上同治只是慈禧手上的棋子 用来掌权的棋子而已 由于手上没有实权 所以同治从小没有压力长大 她不仅贪吃并且贪蛮 这样的性格注定无法成为一名好皇帝 在处理国事方面 同治几乎无法自理 只能依赖慈禧太后 绝大多数的时间 同治都贪图享乐 把国事抛诸脑后 慈禧看见这个样子应该非常开心 毕竟同治没有能力 那就意味着自己能够多一点时间 掌管国家 可惜在慈禧的纵容下 同治越来越荒诞 也正是这种生活让他年纪轻轻便命丧皇圈 说到底还是自己的不良习惯 年纪轻轻的同治很好玩 不仅如此 他还喜欢新鲜事物 这就导致同治很容易被人带坏 慈禧忙于处理事物 根本没时间管同治 所以同治跟着公亲王长子 宰成学坏了 宰成虽然文武双全 可惜喜欢寻花问柳 经常带着同治出入烟花之地 经不起诱惑的同治 当然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要知道这种事情不宜过多 而同治没有人敢管 所以一来而去身体出现了问题 虽然身为皇帝 妃嫔众多不是什么坏事 但是同治出入烟花之地 都不是什么干净的地方 所以就得了一些一言难尽的病 历史上对于同治究竟怎么死的 有两种说法 其一是得了天花 其二是男女方面的不可言说的病 据说是慈禧为了皇室颜面 所以对外声称同治死于天花 同治的这种兴趣爱好 身体再好也坚持不住 他能活到19岁已经是个奇迹了 只能说自作孽不可活 同治临死前根本不觉得自己会死 他以为自己还有大把时间挥霍 没想到却一命呜呼了 只能怪自己不够有自制力 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当皇帝 同治就是其中之一 年幼登基不是问题 看看康熙同样年幼登基 在孝庄的扶持下成为了千古一地 而同治却在慈禧的扶持下成为了一个笑话 只能说教导的人不对 慈禧和孝庄两人也有着很大的差距 同治运气实在不行 遇到的人和事都不尽人意 接下来说 同治皇帝17岁大婚 为何致死没有生下子嗣 其实慈禧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众所周知 从同治到光绪年间 慈禧太后一直掌握政权 她之所以能爬到皇家权力顶端 主要还是得益于亲生儿子 同治皇帝宰纯 然而相比于母亲慈禧来说 宰纯的运气就相差很多 虽然如愿当上皇帝并在位很多年 实际并无多少权力可言 绝大多数的时候 都要屈服于慈禧太后的意志 青年时期慈禧一心放在政治上 在先封皇帝死后 27岁的她与慈安太后 公亲王一心联手发动政变 铲除先帝指定的宰员 宿顺 端华等八位顾名大臣 由于宿顺等人 此前明确反对太后干涉朝政 慈禧太后对其自然不会手软 基本上是该杀的杀 该流放的流放 每个人下场都很惨 处理完反对派后 慈禧太后就开始垂帘听政 毕竟此时的同治皇帝年仅六岁 严格说来 载纯并非咸丰皇帝独子 他还有个同夫异母的弟弟 可惜出生一天后就夭折了 所以说载纯作为皇子是非常幸运的 不需要与兄弟斗得头破血流才能上位 然而他的幸运又全被母亲慈禧给夺走了 谁也没有想到慈禧的权力和控制欲会如此之强 载纯年满18岁时 已经该结婚了 作为成年人的他也有了自己的想法 可是慈禧太后已经提前下过意旨 要他必须刻遵辞训 这就严重束缚载纯的自由 令其长期郁郁寡欢 更不幸的是 作为一国之君 载纯拥有一个皇后 四个后妃 美貌程度基本都处于中等水平 但却没有给他留下一个子嗣 这实在是令人费解 那幕后真相到底如何呢 仔细查阅史籍 就会发现其实同志皇帝拥有子嗣 而且怀孕的还恰恰是家顺皇后阿鲁特氏 阿鲁特氏不仅长相十分貌美 而且接受过十分良好的教育 家族背景也很雄厚 父亲崇齐乃是清代唯一的奇人状元 祖夫塞上阿为大学士 外公则是当年顾命八大臣之一的 正亲王端华 更要命的是 阿鲁特氏还是慈安太后的姑表外甥女 由于这一层关系 阿鲁特氏对慈禧太后而言 是一个严重威胁 在同志皇帝人生的最后时光里 阿鲁特氏已经怀有身孕 然而在载纯死后刚刚三个月 慈禧太后就直接罗知罪名下诏 将其赐死 这时阿鲁特氏肚子里还怀有胎儿 他被后世史学家称为墨阿哥 其实在载纯活着的时候 阿鲁特氏就从没有得到过 慈禧太后的认可 慈禧非常讨厌她和妹妹 不过她强大的家族背景让慈禧气的 考虑到儿子非常喜欢她 慈禧太后也就一直没有下狠手 现在载纯已离去 慈禧太后也已离其身亡 阿鲁特氏失去两座考山 此外阿鲁特氏一旦诞下皇子 将会容身为太后 作为太皇太后的慈禧 自然就不能再合法的垂帘听证 于是慈禧必然会选择捅下杀手 同志皇帝和嘉顺皇后二人的下场 对于当时的清宫来说 只是无数个悲剧的缩影而已 慈禧太后为了巩固自己 对朝政大权的把握 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 任何对其掌权有阻碍和威胁的人 都会被慈禧利用各种理由和方法出去 因此同志皇帝宰致死也没有留下子嗣 慈禧太后应对此负主要责任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